我是綠的,我毫不避諱 我覺得我的綠來自於我從大學在台灣大學的時候 我一路看到台灣的社會不可以只有一個執政黨 不可以只有一個國民黨 而且那個時候的媒體只有一種聲音 剛開始我也是跟很多不相信的人一樣 這怎麼可能 這個學校怎麼可能讓一個人這樣玩 但經過了幾個月之後 我越來越發現不對 對馬英九來講 對我們以前真的是照三餐問候她 我也問候過她的論文 她的論文寫的也是2266 我不去坦白講 但人家好歹是真的論文 蔡政府在選前所有的去接受所謂的網紅訪問 就像以我這樣子的訪問 每一個背後都有千絲萬縷的利益輸送 你跟我談國民黨現在如何如何 你不覺得有點無聊嗎 因為國民黨什麼都沒有 他連管好自己的能力都沒有 因為他已經在野了 他手上一點公權力都沒有 那是誰拿了我們一年2.5兆的律扇 我們不去監督它有意義嗎 百感交集 曾經力挺我的朋友 決城而去 把我罵到臭頭 曾經把我罵到臭頭的朋友呢 現在呢 就常常稱讚我 所以我就更讓我 體會到聖經上說的神教授 不要顧念那看得見的 因為看得見的是短暫 全世界的華人 如果將來大家要追求一個共同的目標 這個目標不會是一個國家 或者是一個政策 它會是一種價值 好嗎 任何某個個級 好看 是